绝对独家现在专业的闻香师 他在这个伊比利火腿要应该说出厂吧 离开这个百年地窖前 他都会在上面戳四个部位 然后闻香 那么闻香之后呢 这个香味他鉴定觉得可以了 才能够出厂 这是一个144年的地窖 那这也是呢最顶级的伊比利火腿 他分为四种标的 那么我们来的时候 他说这里呢只有黑标 就是最顶级的 最顶级的黑标 你要怎么样来想象的 如果我们用价钱来说好了 他的这个价钱 一只火腿大概是7到8公斤吧 那么最小的呢 大概也是有6公斤左右 好那他每一公斤的计价 是450欧元 那就麻烦你自己算一下 一只火腿呢 你就可以看出顶级黑标火腿 他的身价 然后观众朋友 你可以看到这边 那我们在的镇一个地窖的这个部分 更好这些都是餐厅都已经订了的 那我就问他说你最大的客户啊 就是买你们家的这个集团的这个火腿 会订多少只 他说我最大的客户是一间单一餐厅 而且是海鲜餐厅哦 但他要serve的火腿绝对是最好的 一年订一千只 他们最晚呢要在一年以上来订 那你看到这一些白白的是什么 他说这是效果 因为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地窖哦 我们请我们的旨意把镜头往下一点点 他其实所有的这个地窖呢 他没有任何空调的设备 就是不放任何机器或仪器 所以他的温湿度呢 全部是靠这个地窖的窗子 他用这个窗子的完全密闭 或是全部打开 然后调整这里面的温度跟湿度 那像我们今天来的时候啊 因为是六月 那大家都知道今年的五月多 其实就是剩下的温度了 所以他地面会泼水 好再调节他的这个温度 好然后呢我们刚刚讲了 那这些酵母停留在一平地火腿的表面 那差不多一定时间之后啊 他们会在上面抹油 就是把这个酵母给处理掉 那我很好奇就是问他说 我们你现在看到只有一部分的这个地窖哦 因为这地窖百年了 所以他是有点这样是怎么讲 取境通幽啊 就是一个连一个的 那他说他没有办法赎给我们 究竟哦 这个所有的地窖里面有多少火腿 因为他分很多年 最少要三年 也有五年 或是五年以上的 那我就问说 好啦 那你们这个集团的员工有多少人 他说你现在看到的一般员工哦 他说不是来打工的哦 因为他需要专业技术 一般的员工呢 三百多人 但是他的每一年的旺季哦 就是在圣诞节的时候 大家需求最大 然后一直到一月初 到旺季的时候 他要动员的员工是 五百到九百人 所以你说在这一个 一比利火腿的集团 这个地方有不景气吗 或者是说有不好卖吗 按照我的大钞 这个历史呢 这个是一个百年集团 叫Sinko Hota 那这个Sinko Hota呢 刚刚我们说了 就跟这个地窖的年份一样 超过一百世纪的历史 这个家族拥有这个集团 已经跨越五代的传承 但他这个集团 现在所有的持股股东 有两百八十位 还好他们的共识都非常高哦 所以这个一比利火腿的 顶级企业是越做越兴旺 然后我们所在这个地区呢 就是西班牙一比利火腿的圣地 叫做哈布果